五个大锅大火齐烧 伴随着炊烟鸟鸟及振振香气扑鼻而来 让入锅的民众忍不住驻足多看几眼 期待年糕出炉的时刻 最主要就是米跟糖 就这么简单 先把米先浸泡 泡完之后抹米浆 米浆完之后压干 压干之后跟糖 糖跟糯米混在一起 然后放下锅子里面蒸 柴烧古早味年糕又称炊甜版 从泡米磨浆到压出水成团 搅货糖下去蒸煮 大约需要24个小时 还得专人控制火候 直到年糕变成红糖色 遵循古法的手工制成十分辛苦 是高雄美农过年期间的限定美味 海上年糕 从晚上12点到第二天下午3点出炉 一共是15个小时 那其中中间有凌晨3点 6点9点11点 我们都要翻锅 透过传统的一个文化 当然现在的很多可能蒸煮个4-5个小时 5-6个小时 它也可以起来 可是相对来讲 它的香度还有保存 就不一样 蒸煮好后热乎乎的年糕 以比例放进圆盒里 象征者年节的圆满 业者说刚蒸煮好的年糕最好吃 如果放凉冷藏后 食用前用电锅蒸一下 也可果粉炸或烤 吃出不一样的风味 新唐人也在电视 李俊仲台湾高雄采访报道